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博士生张雪瑶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近期的一个工具包Anfin 以及一个特殊的任务,这个叫Thin Invoice Conversion 歌声转换在Anfin这个工具包当中的一些集成和一个实战手册的一个讲解 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现在呢是香港中文大学数据科学学院的二年级博士生 我的导师是吴志郎老师 然后在这个二三年十二月底的时候 我和几个实验室的同仁还有吴老师一起联合发起了Anfin 现在Anfin在Github上已经有超过三千个Star 我自己的研究兴趣呢是AI和音乐的结合 特别是在一些比如说歌声的生成和处理 以及音乐生成方面 关于Anfin呢,这个在屏幕的最下方呢 我列举了一些资料 第一个呢是paper或者说一个简单的技术报告 就是我们介绍了我们为什么要开发Anfin以及Anfin的几个重点任务的一些和经典的baselan比 它的性能如何 然后其次呢,这个除了我们的这个code已经在Github开源以外呢 我们现在还放出了很多的在线可玩的交互式demo 以及训练模型和数据集 这个是我们都在通过HuggingFace来进行一个开源 首先介绍一下Anfin Anfin的初心呢是我们想要支持 我们是为研究而生 而且我们想要帮助比较刚入门的一些研究者和工程师 来熟悉起这个音频领域 特别是这个有关音频音效包括音乐或者是语音生成的研究和开发 我们的终极目标呢是只要一个任务呢 它是它最终的目标是生成一个vform 或者说生成一个audio 它的输入呢可以是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一个简单的文本或者说一个描述性的文本 再或者说呢是一些歌词或者音符 或者说它的输入是一些一段语音 那么只要它的最终目标呢是生成一个audio 那么这就是Anfin想把它集成 Anfin就愿意把它集成进来 接着到目前呢我们已经支持了三个任务 一个是text to speech 这个像集成了一些经典的 包括Vali和natural speech2 像这两个是属于比较先进的一些模型 还有经典的呢像fast speed2 还有这个wait 这也是在这个Anfin中有集成的 除此之外呢对于svc呢现在也是已经支持了 还有tta就是text to audio直接是音效生成 这个领域呢是Anfin现在已经支持了 对于其他几个任务呢 这个我们大概可能预计在今年的一二季度 或者说今年的第二季度吧 就应该都能够在Anfin当中至少有一个的大家经常用的 业内常用的非常经典的一个base sign 那么今天呢我主要介绍的任务呢是Thinking Voice Conversion 中文呢又叫做歌声转换 它其实对应的就是从23年年初一直开始就非常火的 这个AI孙燕姿这些背后的技术 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任务呢 首先呢这个Thinking Voice Conversion任务呢 大概可以归为三种非常典型的应用 第一种应用呢就是说大家现在其实已经知道的比较多了 就是AI孙燕姿这种 就是我如何让一个歌手的歌曲让另一个歌手来唱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对于同一个歌手来讲 其实他也可以做一个conversion 比如说歌声美化 例如比如说一些歌手像周杰伦 他现在已经捣嗓了 他现在这个唱歌不如原来了 那么我们能不能把它现在的声音转到他以前唱歌的 非常厉害的那样的程度呢 这是在歌声美化上能应用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cross domain的conversion 比如说我们这些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呢 我们没有不会唱歌只会说话 那么如果我们有自己这个说话的音频呢 我们能不能利用这个音频来进行一个唱歌的合成呢 那么如何才能做好这个sing voice conversion呢 它在技术上是如何实现的呢 在这里呢我就是也是这个本次talk的一个第一个主题 就是我想先介绍一下sing voice conversion 它的技术上的一个发展历程 我们从技术学习的角度来讲呢 我们假如说要让这个Taylor Swift唱周杰伦的歌 就是说输入是周杰伦 那么周杰伦的某首歌输出呢 变成了Taylor Swift来唱这个歌 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那么最自然的一种想法就是说 我们需要构造很多 或者说去收集很多这个同一首歌 然后周杰伦唱过Taylor Swift也唱过 这样的一条这个在专业名词上呢 叫parallel tiles 就是说我们需要这样的并行语料 来构造这个学习的训练数据 但是我们也能从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能非常简单的认识到 这个同一首歌是非常 只有非常小的概率是这个歌手唱过 那个歌手也唱过 所以说这样的语料是非常难以获取的 由此呢 也就在这个Cinverse Conversion的技术上呢 也就走向了现在更常用的一种范式 就叫做non-parallel的Cinverse Conversion 它指的是 其实对于某一首歌来讲 其实是对于每一首歌来讲 我们都可以把它当作成一条训练样本 我们不用再区分 不用再构造一些parallel的语料队来进行训练 他们每一条歌都可以 每一条句子 每一首歌都可以作为一个训练样本 那么这里面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应该如何把这个歌手的身份 或者说把歌手的音色信息 去进行一个解偶 就是怎么样把从歌里 把这个歌手的信息和非歌手的信息 给它解偶开 那么在这个non-parallel的Cinverse Conversion 它也有两种 大概就是应该说是两种非常经典的一个思想 就如何做到这件事情 第一种思想就是基于GAN的思想 在这里我是借用了李鸿毅老师的ESLabs 这个图呢讲的是一个cycleGAN 基于cycleGAN来进行Cinverse Conversion的一个模型 它的一个思想呢就是说 假如说我们想把X转成Y 或者说我们想把Y转成X 那么呢我们就首先设计两个generator 一个generator呢就特别主要用来负责 把X转成Y 然后另一个呢负责把Y转成X 那么这个蓝色的就是这个X这个歌手X演唱的歌曲呢 经过这个generatorX到Y呢 它会它会这个我们会约束 让它是成为一个Y演唱的歌曲 那么这首橙色的这个Y演唱的歌曲呢 再经过Y到X这个generator 它会又变成这个X来唱这首歌 那么cycleGAN的思想呢 就是说我们要约束这个一开始的蓝色的 和最后的这个重构或重构过 或者说转换过的这个蓝色的呢 它们两个要足够的接近 不此之外呢我们还要要有这个中间的结果呢 我们要设计discriminator 来补出判断 来进行一个对抗 来判断它到底是Y还是不是Y 那么在近些年呢 因为GAN是比较在GAN的训练难度是比较大的 所以在近些年呢 这个基于Autoencoder或者说Variational Autoencoder VAE这样的技术框架呢 也是可能说在近两年 甚至比GAN的一些方法还要更加的流行 那这个Autoencoder的思路是什么呢 它主要是利用了一个叫重构学习的一个范式 它的思想呢就是说给了一条Thinking Voice来讲 我们要把它拆分成若干个能够解偶开的一个特征 然后呢我们再通过一个Decoder 来把这个解偶过的特征呢 再给它重构回去 那么对于这个歌声来讲呢 从声学或者说从语医学的角度 从音系学的角度呢 我们大概能给它分为三种信息 第一种信息呢就是与Content 或者说与文本Linguistic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歌词 我们唱歌里面有歌词 除此之外呢 这个歌声它和语音不同的一点 就是说歌声它里面是有非常鲜明的旋律线的 然后这点呢也就是说 在这个声学里面呢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关于Prosity 关于韵律相关的信息 除此之外呢就是最后一部分呢 就是说是关于Speaker的信息 它是指的是这个歌手 比如说这个歌手 他这个人他的音色特点是怎样的 他的音色是偏亮还是偏暗 这些都属于一些歌手的特点 那么得到能够拆分成这三个特征以后呢 我们再可以通过一个decoder来把它重构回这个原有的歌声 然后我们只需要约束重构过的和原来的这个两个样本之间要足够的接近 那么这里呢就有两个的核心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如何的保证这个不同的分支得到的不同特征之间 他们是结偶的非常干净的 也就是说这个分支不能获那个分支的信息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应该如何来确保这个每个分支里的信息都是足够的 因为你可以如果你只追求这个结偶开的话 那么在这个重构过程中 可能它就不是说因为它重构的不好的话 那即使说你结偶的很开也没有意义了 因为你可能生成的不是一首歌了 对 对在这里呢再延伸一下 就是说在这个重构过以后呢 我们就在训练过程中 我们就是一条样本就是一条训练样本 我们就来进行重构学习 那么在inference的时候呢 比如说给了一条周杰伦的道向 那么我们就通过这个从道向里提取这个content features和proceded features 也就是道向的歌词和旋律我们都保留 然后我们想假如想让Teleswift唱 我们就再给一条Teleswift的音频 来从这条音频里提到这个Teleswift的说话人特征 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就可以直接的在inference的过程中呢 得到这个Teleswift演唱道向的一个音频 那么关于这个autoencoder的技术范式呢 在最早期的研究呢 我在下面会介绍两篇最早期的研究 一篇呢是这个关于voice convert的 另一篇呢是关于sing voice convert的 他们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两篇 第一篇呢叫做autoVC 它是发表在2019年的SML上的 它的思想呢非常的直接 它是用基于端到端的一个思想来做的 它指的就是说 对于这个因为是voice convert 所以说在这里他一开始做的时候 他先首先忽略了这个prosy 他只是把这个音频分为这个content和speaker两部分 对于speaker这部分呢我们是有一些手段是可以获取到的 比较简单的获取到speaker特征呢 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只要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 就是他就直接可以成为一个onehot的ID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还可以我们去利用一些已有的 说话人识别或者说话人验证的这样的一些模型呢 从这些预训练模型里面提一些特征 它能够很好的抽取一些说话人的特点 这是speaker特征 那么这个autoVC呢 他主要做的事情呢是在这个content的部分 他对这个content的部分呢 他其实没有做特别明显的约束 就是这个为什么就是content的 所以在这里我打上了引号 那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他是说我只要设计了一个encoder 这个speech呢过了我这个encoder得到的这种影视表征 然后我再把这个和这个影视表征和speaker的特征 结合起来去过一个decoder 然后呢一方面呢我要约束这个重构过的speech 和原来的speech要足够的接近 除此之外呢他又做了另一件事情 他就是说他把这个重构过的speech呢 又一次的过了这个contentencoder 那么因为这个contentencoder如果有意义的话 因为重构过和原来的他们的内容肯定是一样的 所以说在这里呢他就得到了一种重构过的这个content features 那么因此呢他最终呢他除了做了一个speech domain上的 就是speech级别的这样的一个reconstruction loss的约束 他还做了一个content features级别的reconstruction的loss 然后AutoVC呢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地方 他就是说当然他是发表在sml上的 所以说他会有一些理论来支撑他这个思想 他的主要思想呢就是说 我们如何能让这两者结偶的非常开呢 然后AutoVC就说只要我们这个content features的维度 我们如果能给他设计的特别好 当然他维度他包含两部分 一类是这个时序上的维度 时间上的维度 还有一类就是这个隐空间的隐空间的维度 他是高维还是低维还是一个中间的维度 他是两方面的维度 AutoVC呢他就用一些理论支撑 而且是一些比较符合直觉的一些论述的 他来证明了这个只要我们这个维度选的合适 那么这两者就可以可以结偶的非常开 不包含让content features 他就是不包含speaker的一些信息 然后在这个Cinvolves Conversion上的最早的研究 这里我列了一篇PitchNet 它也是一个端到端的模型 在这里呢 他这个在speaker分支上 他选用了onehot的speakerID 也就是说这样 我知道你这首歌是谁唱的就好了 然后对于Prosaday呢 这里他是直接从这个歌声当中提取了这个F0 这个叫基频 他可以很好的抽取出这个Prosaday 也是现在 其实算现在用的特别特别多 几乎每一篇Cinvolves Conversion都在进行一个F0的抽取 这是Prosaday的分支 然后另外一个分支呢 就是说对于content features的分支呢 他是PitchNet的思想 就是说我要通过对抗式的学习来让我的GEO变得更好 那么和谁对抗呢 也就是说如果我想让这三个分支分得很开的话 因为F0或者说onehot的speakerID 这两个者的意义是非常明确的 而且是他们是GEO的已经是GEO的不错的 所以说难点就在于如何对content features进行GEO 那在这个PitchNet里面呢 他就做了两种对抗的一个训练 第一种呢就是说 他引入了一个single classification的loss作为对抗 也就是说让你的这个content features 他应该是分不准 这个到底是谁在唱的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content features应该也是分不准 F0应该是什么的 也就是说用了一个F0 regression的任务作为对抗 那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这回顾一下我们这个non-parallel SVC的一个设计思想 以及现在最早的两篇 可能也是最经典的两篇 Paper它是如何 它在某种程度 在何种程度上已经做得挺好了 但是在什么问题上还没有做好 那么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提到了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是说我们如何确保 我们三个分支结偶的非常开 对于这个问题呢 其实无论是AutoVC还是PitchNet 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来 来去花非常大的功夫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是 我们如果我们将如何保证 每一个分支提取到的信息 都是有足够的信息量和意义的 也就是说 比如说对于Content Features来说 我无论是AutoVC还是PitchNet 它都是一种非常隐式的约束 它只是在约束Content Feature这个分支 不要和其他两个分支比较像 但是它没有真正的有一种信息量的引入 也就是说让Content Features真正的 它是在获取一些与Linguistic Content相关的信息 那么怎样做这件事情呢 很自然而然的 这个一种基于PPG的这个SVC就出来了 它这个具体解释呢 就是说这里呢 它是利用了这些Content 就是把这个Content Encoder抽取出来的特征呢 做了一个辅助任务 让它去做这个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 就是去自动的去做一个文本转录任务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Features能够把转录任务 能够把文本识别的非常好的话 那么我当然可以认为 你的里面确实是有一些 真的是Content的信息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现在的 Non-Parallel VC的另一个名字给引出来了 这个在Non-Parallel的VC或者SVC呢 还有另一个非常出名的名字 就是Recognition and SynthesisVC 它指的就是说 识别和合成 所谓的识别就是说 我给你一首歌 其实对于生成的身材来看 我们可以理解为 我得先识别出来你的歌词是什么 你的旋律是什么 然后呢 然后我再用生成的方法 我知道你的歌词是什么了 旋律是什么了 我把这些东西给 就给交给一个生成模型 让它生成就好了 那么在这里呢 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也就是说 其实在实践当中 这里如果有一些VC或者SVC的从业者 如果真的是保国代码 做过实验的话会发现 其实在这里 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做到 Recognition and Synthesis 相反呢 或者换句话说 什么叫真正的Recognition and Synthesis呢 就是说 我识别出来你的歌词是什么 这些歌词是一个一个的字符 是一个离散化的字符 然后旋律呢 是一个一个的音符 是像SVS的那种 一个一个的音符 但是其实呢 对于VC来讲 这里是 对于VC来讲 对于SVC来讲 这里其实不是离散化的一个 一个Token的 它而是一个比较稠密的 一个高维的向量 它是不是从 它不是取了ASM model的最终识别的结果 而是从取了它中间的某一层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这也是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考题 在这里呢 我是给出了我的一些观点 不一定对啊 就是第一个理由呢 我认为就是说 对于如果我们真的想把这个离散化的 Token给识别出来 离散化的文本给识别出来 无论ASM model做的有多好 它还是会有一些误差的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就是说 如果是我们想要真正的获得符号化的Token 它其实是比我们去抽取一些稠密的特征 是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的 举个例子而言 就是现在的ASM 有很多很多都是基于这个Auto-Regressive的 那么这种自回归的范式呢 就是我们等它一个一个的把Token吐完 是非常耗时的 那么VC呢 像有时候我们 比如说我希望有一个灵带节 像柯南那样的灵带节放在嘴边 挂在身上 那么我的声音就直接变了 这样对实时性要求很高 那么就不可能去等待一个符号化的文本 图出来的时间 对 然后第三点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下 这个稠密的特征 比起这个单纯离散化的文本而言 它多了什么 也就是说 假如说一个ASR模型 它一开始输入的是一个Audio 最终输出的是一个文本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model的越靠近它的输入的地方 它应该是有非常更多的 这个声学的信息的 然后越靠近输出的地方呢 它肯定是有更多的文本的信息的 那么假如说我们取了一个中间层 也就是说 它是包含了很多声学信息的 比如说一些与pronunciation有关的信息 那么这些信息呢 它就非常有助于我们提升 在这个恢复的这个Cinvals 或者说 这个speech当中的可懂度 还有这个expressiveness 都可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以及这个音质的恢复上 都是有一些很大的帮助的 这也是 我认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用dense的features的一个理由 那么讲到这儿呢 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 我们终于把这个现代的这个 Cinvals Convergent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给基本的梳理下来了 在这里呢 就是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在这幅图呢 在上面呢 就是在training部分 我们是对于每一条音频过来 我们都把它视为一个相同的训练 训练样本 训练样本单元 然后我们是从 我们利用三个这个特征提取器 提取出不同的信息的特征 然后呢 再通过这个acoustic model acoustic model 其实就是说 可以生成升学特征的一个model 然后呢 再加上一些vercoder 或者叫waveform decoder 来把这个音频进行一个还原 当然后两者可以结合在一起 端到端来做 那么在这个 从这个这幅图的下面呢 就是说在convergent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我们从给一条 比如说周杰伦的道箱 那么给一条sauce 我们从这个sauce当中呢 抽的是content和proset 然后给一条target呢 我们从它之中抽的是这个speaker的特征 然后呢 再做过同样的acoustic model和waveform decoder 就可以得到这个转换过的个声了 那么基于此呢 Anthin 我们就可以来介绍Anthin是 现在已经支持了哪些模块了 第一个点呢 就是说Anthin现在对于这个content extractor 已经支持了 VNET Whisper和content vector 支持了三种extractor 就是为什么选这三种 以及第二点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使用支持这个多种content extractor 联合使用 一会儿我将通过一个 也是我自己近期的一个研究工作来说明 对 然后对于proset extractor这块呢 Anthin是已经可以对这个F0和energy做一个建模 对于speaker特征呢 这个Anthin现在支持的是onehot的speakerID 以及从一些pre-trained的这个speaker verification model里面 抽取出来的特征 对 然后是对于这个升学特征呢 这个Anthin已经基本集成的比较全了 像一些diffusion based的 或者是transformer based的 以及VAE和flow based的 这个就是比如说像vates 就是基于vates来做这个vc和svc的这个模型 Anthin也都是支持的 然后对于the waveform decoder 也就是macoder这一块呢 Anthin其实几个 提成的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像GAN这个基于GAN的所有 Vocoder比较经典的 像HiFiGAN还有MailGAN 以及以及这个比较先进的BigVIGGAN NSFHiFiGAN 以及Anthin自己提出的一些 在在在这个GAN的技术上 进行一些增强版本的 discriminator的一些研究工作呀 也是已经在Anthin当中开源 可以开源和已经提供这个checkpoint了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diffusion based的 Vocoder也都可以使用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可以简单的讲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多个content extractor 其实在一开始呢 我也就是大家从讲述当中也可以看出来了 就是我们在这个autoencoder school的 这个SVC的范式来讲呢 我们会发现大量的工作都集中在这个 对于content features的一个探究上 而且呢 这个当我们挖掘了这个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拿一些ASR model里的特征 帮content features 这是一件非常 在VC领域是一件非常划时代的 一个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content features本身 以及我们从哪里可以得到一些content features 这件事其实对于VC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个点进行探究 那么这个现在的这个时代背景呢 就是说除了原有的一些ASR model 像一些传统的 无论是基于CE loss的还是CDC loss的 或者说基于两者的ASR model 这是可以我们可以从这 这种模型当中去提一些特征 除此之外呢 还有越来越多的自监督 或者说弱监督的模型 比如说自监督的Hilbert 或者Wave to Vector Wave LM 还有各种各样的辨识 比如Wave to Vector Bert 这样的这样的范式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这个半监督的 或者说弱监督的一个一个模型 比如说Whisper 像这种也是可以作为一个特征的提取器的 那么我们应该选哪一个呢 那么就是除了我们选哪一个以外呢 就是说不同的这些模型 它们提供的特征 它们能不能做到一些互补的 因为它们的这个训练数据和训练任务 预训练数据和预训练任务 都是有可能不一样的 因此呢 这个这些模型里面蕴含的知识 也是非常有可能 就是会有差别的 举个例子而言就是 即使是只用这个ASR model里面 只用这个有监督的模型里面 抽取出来的特征 不同的有监督模型 就能提供不同的一个知识 比如说在这个ICASP的 22年ICASP的一篇工作里 他就提出 他就发现这个 如果我们这个ASR model呢 如果在训练预训练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Duration的信息 比如说这个 这句话是I am a boy 如果我能知道每一个字 单词的发这个Duration 发生时间 持续时间是多长 那么我可以用CELoss来训这个模型 如果我不知道呢 那么我可能就只能用CTCLoss来训 这个研究工作呢 就发现 如果是CELoss提出来的 这些content features呢 他对这个process 也是建模的非常好的 这个我们其实可以理解 因为这个Duration 就是processed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那么如果你能够把这个 因为这个ASR model本身 能够这个model这个Duration信息 所以说他很自然的 就能把processed做得很好 但是他也有不擅长的地方 就是说他的这个音色 转换以后的相似度 是会下降的 这个我们可能在 因为这两件事 可能processed和timber的similarity 可能是一件 tradeoff的事情 也就是说你processed越来越强的话 也就是说我给你一个source 你都能把这个source里面的processed 这些给提取得很好 那么你就可能在转换过后的 这个音频当中呢 保留了非常非常多 我给你的这个source里面的processed 因此呢他的这个similarity呢 就有可能下降 对 那么相反呢 这个CDC loss呢 他也就是说 他的好处呢 也就是他非常擅长于建模 音色的相似度 但是他的processed呢 就会相对而言会差一点 从这个研究当中呢 我们会发现就是不同的content features 他们当中可能是蕴含着不同的知识的 那么也就是说 非常这个 对于svc来讲 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是不是不同的模型 是可以相互辅助的呢 由此呢 我们就教研了三种 三类这个content retrained model 分别是这个有监督 以及这个弱监督 以及自建度 为什么这个这么来分呢 是因为我们来想这个 我们如何让一个模型的 一些隐层的表示 能够拥有一些建模content的能力 那对于深度学习来讲呢 他无非就是说 我们要让这个特征的隐空间 对齐到一个文本 与文本相关的 语义相关的一个空间 比如说这些文本可能是 语义相关的可能是文字 或者是一些因素 那么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 他在区训练的时候 显示的受这个 文本监督信号的强弱 我们来进行一个区分 比如说 比如说对于 这个有监督的模型来讲 也就是说 我的区训练的任务 全部都是文本的监督 那么呢 我获得的知识呢 就非常的 与这个文本的信息量 就是强相关的 另外一方面呢 像Whisper这样的弱见度模型 也就是说除了我做一些 ASR任务以外 那么我还做一些其他任务 比如说 Speech Translation 或者说 Voice Activity Detection 那么它比起 有监督模型呢 它的知识 我们可以就是从 从这个预训练的任务上 就可以看到 它除了有一些ASR任务的 ASR model的知识以外呢 它的这些 其他的辅助任务 是不是也会提供一些 不一样的知识 那么除此之外呢 现在比较流行的 这种自建读的范式 因为自建读呢 比如说像QBert 或者说像Content Vector 他们做的呢 都是Mask的Token Mask的Token Prediction 也就是说他们 这些自监督模型呢 它我们很难说的清楚 它到底蕴含了哪些信息 但是我们可以 从直觉上理解 就是它蕴含了一些 非常general的信息 而且这些general的信息呢 可以是那些 非常有助于来建模Context 建模上下文环境的 一种信息 因为它是 比如说 因为它做的是 完全填空嘛 它要挖掉一个空 然后根据这个 上下文环境推断出来 这个被挖掉的空是什么 对 然后在此基础上呢 在这三个 三类模型的基础上呢 我们分别选择了一种 比较有代表性的 像ASR Model呢 我们选了VNet 对于弱见度呢 我们选了Whisper 然后对于自建度呢 我们选了Content Vector 它是 它是在Hubert的基础上呢 然后进一步的去 去解有这个说话人的特征 使得留下来的 更偏向于Content Vector 因为这三者呢 都是一个 这个Transformer的架构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就把这个Transformer Encoder的一个输出 当作我们的Content Vector 去使用 那么在这样去利用不同的 在利用多个Content Extractor当中 会有哪些问题呢 在这里呢 其实是我们经过定位呢 我们发现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不同的Content Extractor 它们在实域上的分辨率 是不一样的 举个例子而言 就是说一个十秒钟的音频 从VNet当中 获取出来的 这个特征呢 可能是100帧 就是说它的时间 维度上是100 但是在Whisper呢 我举个例子是 它比如说是50帧 那么这个50和100 就是对不起的 因为这个在现有的 现有的这个VC 或者SVC里面呢 大部分模型用的 还是这些 Frame by Frame级别的Mapping 也就是说 我最终呢 是要得到一个 Frame Level的Condition的 因此呢 你怎么样把这个 不同的Resolution 时间的特征 进行一个对齐 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技术挑战 在这里呢 我们是采用了一种 非常简单的 也是基于这个 信号处理知识 的一种手段 因为这些模型呢 它在一开始 它都是经过了 卷积的一个 下采样的一个处理 所以说换句话来讲 就是说 它们的Resolution 虽然不同 但是它们的Resolution 对于每一个模型来讲 它们的Resolution 都是恒定的 因此呢 我们就提出了一种 我们可以给一个 特征以后 我们根据它的 Frame Shift 这些参数 或者叫这个 Frame Rate 这个参数 来 来 来进行一个 如果我们想 根据我们 你只要告诉我 你想要的 那个Frame Rate 是多少 我们就可以通过 一个简单的 一次上采样 和一次下采样 就能够得到 这个预期的 这个Time Resolution 通过 在对齐这个 对齐帧数的 这个事情上呢 还有一种方法 非常的经典 就是Cross Attention 在这里呢 我们对比了 这个基于 这样的 这个上采样 和下采样的 一个方法 和Cross Attention 的一个方法 我们发现呢 这个 基于这个 上下采样的方法 它的 它的这个 效率非常高 它的这个 Latency 非常的低 而且它不会带来 任何的 Training 这个额外的 训练参数 和Training的Cost 所以最终呢 我们选用了 这种方法 在这里呢 我们就简单的 选取几个例子 大家可以来听一下 首先呢 我们就是说 我们想看一看 当只使用 Content Features的时候呢 我们距离 我们成为 去做这个SVC 任务 还有多遥远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MCD呢 它衡量的是一个 这个 对于平谱的 恢复能力 也就是说 它是 直观的去衡量 每种特征 之间 每种特征里面的 信息量 是不是能够辅助 我去还原 以及 就是当多种 Content Features 混合到一起的时候 它的信息 是不是能够 得到一个增强 这个F0CORR 和F0RMSE呢 都是在衡量 对于这个 Melody的一个 或者说对于F0的 一个建模能力 然后CER呢 是一个去衡量 可总度的 这个客观指标 然后这个 Deembedded 是 是一个来衡量 这个说话人 Speaker Similarity 的一个指标 从这些 这些结果当中呢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 这个Whisper 的表现是 好过 Content Vector 是最好的 然后Content Vector 相比于Winnet 也要更好一点 从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推测 这个Whisper当中呢 还是因为Whisper 有大量的训练预料 它的预训练数据 有68万个小时 里面很可能有一些 就是它的大量的辅助任务呢 很可能让Whisper 拥有了一些 更全面的一些知识 除此之外呢 这个Content Vector 也是 也是这个 鲁棒性 或者说 它对于 SVC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效果 是好过Winnet的 也就是说 这些基于自监督的模型 提取出来的一些特征 它可能也是优于 传统的 有监督模型的 第二点呢 也可以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F0 如果 对于这个F0 这个指标而言呢 我们可以发现 就是说 这些Content Vector当中 它还是拥有一些 Proceded的信息的 尽管说 我们说 我们想把这个Content 我们想让Content Vector 是Content Proceded Vector 是Proceded 但是 其实我们还是能发现 Content Vector里面 它是有一些F0信息的 但是呢 它 即使三个都一起使用 这个F0 COR 这个Correlation系数呢 也只能达到0.572 再一会儿呢 我们可以会听到 就是即使三个一起用了 它还是会跑掉 也就是说 我们可能还是需要 额外的引入F0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们看这个CER 和Speaker Similarity的话 我们会发现 这个单用Content Features 在可总度 或者说在Speaker 以及在Speaker Similarity上 是表现的 还没有那么糟糕的 也就是说 这个Content Features 可能本身 已经在这个可总度和 在可总度当 尤其是当三个一起用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可总度已经 这个CER已经16.1%了 已经是一个 比较不错的数字了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听一下 这个 只用Content Features的时候 这个做SVC 大概是一个 什么样的效果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从VNet到 到我们加入Whisper 再到最终 加入Content Reactor 我们会发现 这个 这个模型的各项指标 都是在进行一个提升的 比如说我们就拿F0来说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给了一个这样的Sauce 其实你知道 烦恼会解决烦恼 新的刚来到 对 如果我们只用VNet的话 其实你知道 烦恼会解决烦恼 新的刚来到 如果我们三折一起用的话 其实你知道 烦恼会解决烦恼 新的刚来到 可以发现 这个对于Melody的建模呢 已经 这个启程转合上 已经建模 比单用一个VNet 要好了很多了 但是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发现 就是 即使三折一起用了 我们还是能够听到 对人而来讲 还是跑调的 所以说 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像 现在很多很多模型 很多很多Paper里面一样 去还是要使用 额外的F0特征 作为一个辅助 除此之外呢 在这个 Intelligibility上 我们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 case study 可以看到 使用多种 content features的一个 优势 在这里呢 我就 时间有应 我就不放音频了 大家可以到 我们的demo page上 去查看 然后基于此呢 我们把 我们在这个 把这一套呢 做到了 Anthin的这个 DiffWave SVC 也就是说 我们实现了 一个 基于Diffusion的 一个acoustic model 然后我们使用了 Anthin自己内部的 Shing的 在Shing数据上 pre-train过的 一个recoder 进行一个这样的 SVC系统 然后我们把F0 和Energy 再加进来 然后呢 进行了一个实验 在实验当中呢 我们会发现 我们这个 使用了多种的 多种content features 的特征呢 它在 尤其是在一些 主观评测上 它是比一些 常见的 包括大家 最为熟知的 这个Servis 这个baseline 是要 这个MOS评分 都是要高的 最后呢 就是大家可以 一起欣赏一下 这个 我们最终 做出来的一个 Anthin SVC模型 做的一个效果 我 这个世界 如果你有太多的表演 跌倒了 这不该继续往前走 为什么 能要什么的脆弱 多多 请你打开天使 看看多少人 为什么 在努力 勇敢的走下去 我们是不是该自足 成续一切 就算没有用用 海底浪的 上载 是为了 成功 这个demo里放的 Taleswift的声音呢 是没有经过 任何的后期修改的 我们只是在 后期的时候呢 把它的BGM 给它加上 因为现在的 Servis Conversion呢 我们都是 只做干声 所以说在最后呢 我们是把 这个BGM 又加回去 除此之外呢 就是我们这个 使用多种 Content features的idea呢 也是被 大家这个业内 比较流行的 一个Servis 5.0 所接见的 这里还有一些 来自于 这个投资人 像硅谷的一些 比较出名的 这个Jason Talekanis 他也是非常欣赏 我们做的 在Hagenfist上 放出来的 这个SinVos Conversion的demo 大家可以看 OK so the next one which I thought was really cool kind of pulling HuggingFace back in there was this paper that was released and what this model does isit can take a singing voice I converted it so that's a source and I converted it to John Mayer and so here what and so if we do this oh wow never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whoa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sunny that was holy cow yeah yeah pretty whoa that's 70% of the way there yeah and I didn't mess around with any of the values or 对 这个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就不放他们所有完整的评论了 大家可以在推特上去搜一下这个 应该可以搜得到 对 推特和B站都应该都有相关的一些视频 然后最后呢 就是我们再讲一讲这个 安分整体的一个设计 设计思路 以及我们开发的一个 具体流程 因为这 这个 因为有好多人在好奇 因为这么多任务是 是看我们是如何集成的 呃 在这里呢 我们是 其实主要分为三大块 第一个是 对于数据层面 和对于 呃 这个优化算法层面 以及对于 机器模型 模块 就是 模型和模块的层面 我们是 在这三个部分上呢 就是说 做了一个 呃 比较 最最基础的一个 呃 呃 拆分 然后呢 在对于每每一个分支来讲呢 我们都是呃 比如说 Data Loader 我们是 先写一个 这个 最底层的Data Loader 然后呢 对于每一个Task呢 又去实现 这个每个Task的一个特殊的一个 呃 特征处理啊 或者特征准备啊 然后对于Trainer和这个呃 Model部分也是类似的 呃 然后大家所能看到的一般的Paper呢 大概是在呃 青绿色的这一层 就是一个Paper 我们最终 比如说我们实现了Fast Speech 或者说实现了Diff SVC 那么他们就对应着这一层面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通过一个用户最终能看到的 其实就是一个呃 菜单或者说一个文档 一个非常简单的文档 来会一步一步的告诉你 应该如何去使用这个工具包 呃 例如对于这个SVC这个任务而言呢 我们会有一个呃 任务的一个一个说明 会来告诉你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你应该呃 做一个最简单的 从从哪里入手时最简单的 从呃 提供一个beginner recipe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会告诉呃 用户这个我们所 enfin里所支持的模型架构 有哪些 我们会通过一个 pipeline的形式来展现一个任务 是如何做的 以及enfin对于这个pipeline当中的 每一个组件都提供了哪些支持 呃 在这个每一个新手教程里呢 这个beginner recipe里呢 我们都会呃 这个有一些非常简明位的介绍 包括它的上面呢 会有一些在线式的交互式demo 以及paper呃去方便用户去了解 呃 对于每一个模型来讲呢 我们其实最终呃都只提供三个呃 三个文件 呃 用户会通过这个我们提供的这个文档来进行一个入手 呃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 我们会会有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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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档来给一些 比如说呃 有的有 也因为已经有一定的开发人员会把enfin当作一个research的codebase了 呃 呃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呃 如何如何更好的把你一个进行自有的你自己的enfin的codebase 和我们公有的enfin呃codebase来进行一个同步 呃 这也是我们会有一些文档来进行说明 呃 呃最后呢 就是呃 呃 也有这个已经有相当多的呃 这个同仁在在也在问我们应该如何给能不能参与到enfin里面 应该如何的给他贡献一些呃 自己的呃 自己的呃 自己的奇事妙想 以及说自己的研究工作能不能通过enfin来开源 呃 我们都是非常非常欢迎的 呃 那么这个主要的参与形式呢 就是其实也就是最快的办法也是我们 我们我们最主要的一个一种办法就是我们接受所有人的 出request 我们会有呃 我们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来进行一个review 除此之外呢 这个如果呃 因为我们我们计划在每年的年末呢 都有一个呃最新的technical report 呃 如果有一些这个贡献呢 它是关于一些比如说提供了一些非常大重大的features 以及比如说在在在在这个呃 在在这个box或者说一些系统底层 enfin底层的一些设计上 有非常重大的突破 我们也会考虑呃这个把一些 我们欢迎这个全世界各地的这个同仁 然后加入到enfin的开发当中 然后呃有可能会 呃我们会根据贡献来来来进行一个author list的梳理 呃 那么我今天所讲的这个关于enfin和svc的内容就是这些了 呃屏幕右端呢是提供了一个enfin的公众号链接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刷码关注 呃 对 然后呃非常感谢这个呃 techbit这个这个社区这个平台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在留言区留言 然后我们会在呃后续来回复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